基劳雅火山持續噴發 這和地層下源源不絕的岩漿庫有關 事實上整個夏威夷 幾乎都有火山地形組成 這次的噴發有著什麼特點 基劳雅屬於特殊的盾撞火山 和一般追形火山不同 沒有高聳的火山口 反而周圍是寬廣又緩和的斜坡 從空中俯瞰就像是盾牌 地底岩漿流動性高 會向外流動 分布範圍廣 這次火山裂口分布在雷拉尼莊園附近 它們是現狀的火山口 是地底岩漿在地層上 找到的壓力釋放出口 熔岩就是從中而出 而在夏威夷大島中東部 都是基劳雅火山的斷裂帶 範圍內都有可能出現火山裂口 夏威夷西部群島上的火山 活躍期都是在數百萬年前 現在屬於修火山 反倒是大島上和附近海域就有四座火山 其中基劳雅火山是最年輕 也因此是最活躍的一座 從1983年進入活躍期 中東部斷裂帶就不斷出現間歇性噴發 一直到現在 其中1989、1991和2014年 也都有明顯噴發活動 所以對夏威夷居民來說 陽光沙灘比基尼之外 應付火山活動更是家常便飯 大愛新聞留人好兵役